國民黨這個禮拜要提出一個公決案 他們是認為說蔡政府現在的態度 是過度的抗中親美 所以他們想提供決案 說蔡政府應該趕快恢復 台灣跟美國的邦交 讓美國對台灣提供軍事協助 才能對抗中國 對此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來到立法院也有回應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 就是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台美斷交的 但這幾年在蔡總統的領導下 有效的改善了台美之間的關係 大家從台美之間近幾年來互動 一直升溫 同時也看到美國國會通過 非常多的友台法案 並且對於台灣相關 無論在國際發聲 或者無論是軍事 或者無論是各種方面 都看到美國對台灣助力很多 我們要一步一步的有效 來和美國加強關係 是要混鬥的目標 面對藍英嘲諷意味的這個案子 蘇貞昌則說 台美斷交就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發生的 那麼現在因為蔡政府的努力 台灣對美國通過了很多有效的幫助法案 現在呢在逐步加強跟美國未來的互動跟關係是蔡政府執政的目標 開始吧 看到美國人的 ACL 中一群醫院的清楚